朱威之 朱威之来 因为我从首秀之后 当时因为咱们的赛制 从A之夜到F班 每天晚上我都会想 但是我想想 我总觉得我在绕着一个死胡同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穿出来 就想问老师在经历一些 挫折 失败 或者是对自己很重要的事情 该怎么去很好地把它去化解 我在拍《还珠》歌之前 我其实小五队 刚才的时候已经是 就在我家了 现在出道了十年了 没有新鲜感的偶像 可我毕竟曾经在歌台 有过辉煌 可是当我转行进入戏剧圈之后 我连新人 我觉得剧组里面 新人的实力都不如 我没有上过专业的课 这时候我该怎么办 剧组里面所有人都会觉得 哇 我那时候我和志鹏 剧组里面算是 唯二两个比较出名的明星吧 才会觉得 好难得我们剧组里面 有小五队队队员耶 哇 大家都帮我们像明星一样对待 然后演戏 演戏也不过别人 不行了 我那时候就告诉你 我得归零 我要把我过去的成绩全部放掉 我现在换了另外一个跑道 我过去所有成功的经验 在这个跑道 完全用不上 我要续新 我要像新人一样续新 其实他们是学校刚毕业 可是人家有过专业训练 人家就是女后 我以前真的没有上过任何个表演课 包括台词啊 口袍课啊 我都是生平第一次听到 没有我的戏的时候 我都去现场 我去听那些前辈艺术家 包括像张田霖老师啦 然后龙默默啦 龙默啊 龙龙默啊 龙都是特约的这个表演艺术家 我在旁边没有我的戏 我住在金氏系旁边 我看一下这个演习 然后后来我自己 我请了助理 但一开始我都没有助理 我们几个年前 包括赵威欣 我们都是自己拿着 拿着那个糖衣 自己拿着剧盆 汗水 这样是开工的那个年代 后来我稍微存了一点闲事后 要请了助理 因为自己一个人又要背车 又要看这些题 我真的真的印度不完 我请了助理以后 第一件事情 我请他买了一个DVG 现在当然用手机就容易了 拍下我每一个Tay 收工之后 我是搬在房间里面看回放 揭掏我的每一个表演 林泰威你永远客观地看待自己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是你 我会把这几个月的过程 当成一个挑战自己极限的过程 而不要当成是一个竞技的舞台 我每天给自己定一个新的目标 我不断地超越自己 因为你一旦有办法超越自己 你不断地刷新自己的极限 那就已经是你最好的你了 最后的结果和名次是怎么样 那就是现在我能做到的最好了 你每天在跟别人比赛 你压力超大 那就不妨换个思维 不管最后我名次到哪里去 我在这段过程里面 我成了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 更好的自己了 不就好了吗 也许这样想 我觉得可能会有帮助 看大家这么辛苦的样子 送一个礼物